儿媳妇 怎么了婆婆 葡萄有些熟了 我们去摘回来 好 舅妈 嫂子 小姐你怎么来了 舅妈 我今天要赶工 小姐放暑假了 我没时间照顾她 能不能帮我照开天 可以 没问题 那麻烦你们了 不麻烦 没事 小姐 舅妈带你去摘葡萄好不好 随便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 没礼貌你教我啊 天天只顾着上班 你怎么这么顾动手 小姐 你也不能只顾上班 孩子成长需要你的陪伴 这些我都知道啊 我也没办法 我不上班怎么生活啊 孩子她爸都不管的嘛 分开这么久 都没怎么联系了 她现在也有了自己的新家庭 也不方便 没事 你这么努力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小姐会慢慢理解你的 那我去上班了 小姐 要听舅妈就姥姥的话 知道吗 拜托了 小姐 我们去摘葡萄 很好吃 很甜的 小姐 你坐着等 舅妈再玩 我们再一起回去 这太无聊了 珍珍 你手机给我玩一会 小姐 不能这么没礼貌 你应该喊我舅妈 知道吗 哎 知道了 知道了 手机快给我 给 不要乱跑 小姐 回去了 玩这么久了 一会得写作业了 好 等会儿就盘玩玩 珍珍 你买了什么东西 怎么卡里扣那么多 我没有啊 小姐 不能再玩了 手机给我看一下 没关系 我联系一下 应该可以出的 小姐 不能这样子 没经过别人允许是不对的 我妈来了 我会让她还给你的 我是说你的这个行为不对 不是还不还的问题 你怎么这么烦 我爸妈都不管我 你管那么多 小姐 你笑还小 很多事情你还不理解 他们不是不管你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你们大人都这么说 那谁理解我 我也想像我的同学那样 爸爸妈妈都陪在身边 小姐 很多事情你现在无法作用 但是你可以努力学习 将来才有能力去改变 小姐 你们想过 长大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想就可以了 当然可以 不管做什么 初线的有想法才有可能实现 那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想什么呢 你爸妈顺量分开了 但他们对你的爱是完整的 家一直都在的 他们就知道工作工作工作 从来不在乎我的感受 他们也想陪你 但是你吃的穿的用的 都是需要工作获得的 走 帮你看看你妈妈 想让你过上好的生活 再努力的样子 走 小静啊 你也太近了 你再来把整天后都走完了 我现在年轻 能给孩子多存一点 以后他做什么我可以拿得出来 不能让孩子长大跟我一样疏苦 你呀 之前就应该让孩子跟着他爸爸 你这样多苦啊 不怕孩子在身边 我一点也不觉得苦 怎么样 还觉得妈妈不在乎你吗 小姐 要不要过去找妈妈 那我们先回家 给妈妈下班 好不好 走吧 好了 谢谢 我慢慢的 我也有感受 我才是一样的 我 去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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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去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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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今 我 去思考 我 我 去思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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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思考 我 我 去思考 妈妈您辛苦了 快过来吃饭 好好好 下班了 快吃饭 好 今天谢谢你们帮我照顾小姐 这孩子没给你们添麻烦吧 没有 挺挂的 妈妈 对不起 之前是我不理解你 这些年你辛苦了 妈不辛苦 妈很开心 小姐 我们是男子行 以后要争取保护好妈妈知道吗 对 不管在经历什么 都不要自暴自弃 要学会自愈和坚持 才能够辜负对我们心存期待的人 知道吗 知道 吃饭吧 来 小姐 吃个鸡腿 谢谢 珍珍 哪里电话怎么都不接啊 刚刚可能手机不小心关静音了 找我什么事吗 小林 下一天怎么跑上上来了 阿红婶 这是我朋友小雅 珍珍昨天给我带了一些桃子 小雅常常说很好吃 想自己再一些回家吃 啊 我们这些桃子都已经 传包给林叔了呀 我又不是不给你钱 我就摘个三十斤竹狗了 那么多啊 小林 还说是你朋友呢 这一点面子都不给你 珍珍 你就按市场价算给他吧 难得他大老远过来一趟 去摘吧 回头我跟林叔说一下 摘了多少我总交给他 谢谢你啊 阿红婶 那我去摘了 不客气 我先把桃子给林叔送过去 你们再往里回去 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好 我不过你慢点 阿里 桃子我给你送过来了 珍珍 不好意思 让你为难了 我让他去街上买 他不肯 非要自己来摘 桃子还是我家的倒霉关系 只是已经承包给了林叔 我猜那样为难 不然都没事的 难得他过来找我玩 就让他摘吧 到时候跟林叔说一下 真真 以后小雅吃的 你也一起算一下 没事 不用 小雅 回去再吃吧 这没洗还有毛呢 不吃我怎么知道甜不甜啊 没事 小雅 你吃可以 但不要浪费啊 这样多可惜啊 那些都是不好的果子 我都帮你挑出来了 好啊 带你 好的 那我就先回去了 慢走啊 小零 我在好了 我们走吧 珍珍 你给撑一下看多少 嗯 我们平时给林叔叔五块一斤 也算五块一斤好了 什么 这么贵 超市一斤才两块 那不一样的 唉 反正你这都承包给别人了 我们在多少他又不知道 你就按两块算给我吧 那不行 中文要有诚信 不就一点桃子的小事 跟诚信有什么关系 就两块 不卖算了 小雅 他们确实承包出去就是五块 珍珍不会多说的 小零 你是哪头的呀 我们这么多年朋友 还不及他一个外地人 你还替他说话 算了 我不要了 我回家了 小雅 珍珍 这是对不起啊 这些桃子给我吧 我装给你 没事 你昨天才买了那么多 这些再拿回去 哪里值得玩 我晚点给人送送过去吧 好吧 走 我们回去吧 哎 别提了 桃子没了 他那朋友小气得很 一个桃子还好意思找我要钱 是啊 不错了 我心滑了 只剩许首飞越是 啊 哎 哎呀 你没事吧 哎呦 哎呦 好痛啊 哎呦 你穿成这样走 我带你去看一下 慢一点 好了 遇上多少 30 哎呀 手机也摔坏了 过来吧 小雅 我还有事 我打电话叫小零过来陪你 好 谢谢你了 阿恒生 你先去忙吧 小雅 没事吧 怎么说成这样 没事了 多亏了珍珍的伯伯 你没事就好 珍珍 不好意思 今天是我不对 那些桃子我要了 我手机摔坏了 回去了我就抓你 没事啊 桃子还多着呢 你还是先好好养山要紧 雨下这么大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那我电公车怎么办 啊 是哦 我让阿雄过来给你开回去吧 那我们等一会吧 我真是服人 你不怕雨淋我就不怕吗 那我来开车 不开算 我开我开我开 我开我开 辛苦你了阿雄 开玩笑的走吧 走 你怎么不去坐车 陪你呀 免得某人说我不够干担 让他一个人 你快去坐车 别跟这样拧着帽了 好 穿着雨了 没事 走吧 那坐完了 走啦 雨上 我开玩笑的 我开玩笑的 雨下 说完 小雅怎么样了她没事吧 没什么的 一些特伤我们送她回去了 就你最热心 她那么对你 你还这么帮她 都是婆婆叫的呀 做人要不计前嫌 才能活得开心啊 不计前嫌并不是 没有底线的妥协 而是要我们包容 不愉快的经历 才能更好地秉持自己的初心 知道吗 嗯 知道了 还有一亂